女兒如果嫁給那個綠色的 那我就偏向民進黨 女兒如果嫁給國民黨的 那我們就是偏向藍色的嘛 所以就有時候 緣分你該怎麼說呢 人怎麼分藍綠呢 台灣就比較糟糕一點 沒有政治角度 傾向什麼都沒有 他已經見過面了 沒問題 那彼此在電視上也互相欣賞 那我們就是看運氣囉 對啊 看運 女兒如果嫁給那個綠色的 那我就偏向民進黨 女兒如果嫁給國民黨的 那我們就是偏向藍色的嘛 所以就有時候 緣分你該怎麼說呢 人怎麼分藍綠呢 難道一看就知道 你是那個納美人嘛 是不是 有沒有 不是那個電影叫什麼 藍色納美人嘛 對啊 難道你就是賣玉米的嗎 綠巨人嘛 是不是啊 所以這個 台灣就比較糟糕一點 沒有政治角度傾向 什麼都沒有 我阿公阿嬤他們那一輩開始 我們家族就通通不准碰政治 上次一定有寫歌給這個女兒 對他有些交代是嗎 嗯 對對對 沒有那個寫歌那個是 他那個走入那個禮堂的時候 步入走上紅毯的時候 我要在台上為他唱的歌 但我一直在猶豫 應該會應該是會對嘴 因為可能會潰題嘛 對 那個爸爸 爸爸的那種 的教誨跟爸爸的愛 是濃到化不開的 Hallows 我都聽不懂 你還會看 我都聽不懂 你還看不懂 他明明 我都聽不懂 你還聽不懂 還聽不懂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依依潔 一直覺得 素女座跟水瓶座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對 可是我還聽 看什麼看 你覺得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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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應該會